想要在恋爱中占据主动,就必须掌握好聊天技巧。 专家指出,每天花十分钟时间锻炼与女士聊天, 可以让你的聊天技能快速提升,从而吸引女士的注意力。 那么,要如何利用这十分钟让聊天水平逐步升级, 竟然让女士忍不住主动找你聊天呢? 首先,要掌握开场白。 与女士聊天前,找个侵入点非常重要。 可利用当下环境,女士穿多打扮等作为开场白, 比如,你可以说这里的蛋糕真好吃,我都快吃两份了。 然后,引出女士对甜食的喜好, 从蛋糕聊到她平时喜欢做的甜点,再聊到她的爱好。 还可以直接赞美她的穿搭,说我刚看到你, 就被你的穿搭吸引住了。 这种混搭风格真的超有气质。 让女士感受到你的真诚,也为后续聊天埋下话题伏笔。 然后,要锻炼发散思维能力。 与女士从一个话题聊到另一个话题, 需要你有强大的联想能力。 例如,从上面提到的甜食,可以引申到女士的兴趣爱好, 问她平时除了做甜点,还喜欢做什么事。 从女士的穿搭,可以聊到她对时尚的看法, 问她平时喜欢逛哪些服饰店, 对流行元素的接受度如何。 在十分钟时间里,话题可以快速延伸, 丰富聊天内容。 此外,要注意话题的深度。 聊天不能只停留在表面, 要引导女士说出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, 增加你们的了解。 例如,聊到女士喜欢做的甜点, 你可以问她是什么,让你产生了对甜点的热爱, 聊到她的穿搭。 你可以追问这种混搭风格, 代表了你什么样的个性和态度。 这样的追问,可以让你更深入了解你是这个人。 最后,在聊天结束时,可以留下回击球。 你可以说,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有激情和活力, 聊天过程中,我收获很多乐趣, 或者我今天在你的穿搭和谈吐中, 看到了独特的个性魅力。 在美女时,让她对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, 也让她有强烈地反馈你的欲望。 李先生每天早上到公司, 总有一个小习惯, 在公司楼下稍稍停留十分钟。 这本是一个独处的时光, 但从认识了林小姐开始, 这十分钟变得格外文心。 她们经常在那短暂的时光里, 分享上班路上的小插曲, 或是对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说上几句。 林小姐原本是那种腼腆的女士, 但在李先生的叙述中, 她总是能找到共鸣, 轻轻地笑,给出自己的看法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李先生发现, 自己不再是那个仙道的人了。 有些早晨, 当她走到公司楼下, 林小姐已经在那里等待, 微微一笑, 仿佛在说, 你今天怎么这么慢? 两人的闲聊时长逐渐延长, 有时甚至会因为太过投入, 而差点迟到。 这些日子里, 她们的关系越发清静, 仿佛不只是同事, 更像是亲密的朋友。 某天, 李先生收到了一个来自林小姐的午餐邀约。 她惊讶地发现, 原来午餐时光也可以如此愉快。 在餐桌上, 她们不再只是聊日常的琐碎, 更多的是关于人生、 梦想和理想中的未来。 那天, 李先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与林小姐深入的交流的乐趣。 在那之后, 两人的关系逐渐深入, 她们开始在周末约会, 看电影, 逛公园, 还一起参加了公司的团建活动。 不久, 她们互相承认了对彼此的感情, 成为了一对公认的情侣。 有一天, 两人在约会归来, 情不自禁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 那个夜晚, 她们完全属于彼此, 深化了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所以, 说到这里,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, 技巧听起来太过机械, 缺乏真实感。 但事实上, 聊天的艺术就像品酒, 初次尝试, 你可能只知道其酸甜苦辣, 但随着时间的沉淀, 你会发现其中的层次与细微的变化。 所以, 当你觉得与人沟通存在困难时, 其实你只是需要掌握其中的奥秘。 那么, 如何开始这场学习之旅呢? 答案是, 每天为自己安排十分钟。 没错, 只要十分钟, 你就能探索与他人交往的奥妙。 在这十分钟里, 你可以练习如何开场。 开场白并不是空洞的课套, 它是第一印象的开始, 是你用语言搭起的桥梁。 像你今天看起来很有活力, 或我注意到你手上的书, 我也很喜欢那本的简单句子, 足以为之后的交流扫清障碍。 然后, 你需要培养自己的发散思维。 聊天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, 而是需要双方的参与。 学会从对方的话语中汲取信息, 并在其基础上发展新的话题, 这样的交流会更有深度。 谈及深度, 我们不妨进一步深入追问。 例如, 当你问某位女士你今天怎么样? 她回答还不错。 这时, 你可以继续追问, 是发生了什么好事, 让你心情变好吗? 这样的追问, 能让对话更具深度和温度。 而聊天中, 另一个重要的技巧是留下回击球。 这意味着你不仅是一个倾听者, 同时也为对话添加燃料。 例如, 当某位女士分享了她的旅行经历时, 你可以说, 听起来真的很有趣, 我也曾在那个城市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 坚持每天这样的十分钟聊天练习, 你会发现, 与人沟通的技巧逐渐成为你的第二天性。 当你掌握了这些技巧, 女士们会不自觉地被你所吸引, 甚至会主动与你开始深入地交谈。 记住,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, 就像一场舞蹈, 有节奏, 有起伏, 有张有迟。 而你, 有了这些技巧, 一定能成为那个引领舞蹈的舞者, 成功吸引到心仪的女士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,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,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, 我是单身朋友, 在中国的小慧。 大家好, 我是小慧,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, 要分享给你们。 我想告诉你们,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,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,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。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,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。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,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,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。 你们的参与, 你们的订阅,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。 如何投稿给我?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,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, 点击投稿链接。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,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。